嗨!理財幽班投資強人專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悠悠 今天我們邀請到來賓非常特別 他是大數據的專家 他是配燃資訊的創辦人 暨執行長王伯銘 老師好 謝謝 悠悠你好 老師好 又見面了 是又見面了 老師我在我們Smart支付月刊的7月號 所以我看到老師就是受訪 有提到一個很大膽的預測 老師講到說就是判斷接下來 全球股市的趨勢是一個長多 而且這個趨勢還可以再撐一年半 我覺得這個預測非常特別 因為一般我們可能都會聽到說 接下來判斷還是偏多 可是你通常沒有辦法 準確講出一個時間或週期 那老師你這麼大膽的預測是怎麼來的 好 其實這也不是大膽的預測 它只是一個人類經濟的循環 你看過那個非洲大草原 每一年的時候那個動物在遷徙 過去幾千年都是這樣的狀態 好你看一下這張圖 我洪志寫的 未來兩年全球經濟上行 為什麼敢這樣做這樣的預測 這張圖是從大概1998年到現在是22年 各位看到這張圖稍微放大一點 黃色的是經濟循環的 就是上行就是我們講的多頭 那藍色的呢就是經濟的循環的下行就是空頭 那這個地方右手邊你看到這個字 全球22個綜合市場 這是一個怎麼講 這是一個全球已開發的22個主要市場 黃色的時間大概是2到2.5年 那藍色的大概是9到12個月 短則9個月長則大概1年左右 去年就稍微長一點就是12個月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經濟的循環的起伏 急勝而衰 脾氣太難 只有此而已 但老師我想這難道沒有例外的時候嗎 有有有例外 那也就是說在一個火車向上運行的時候呢 就像2022年的你看這個地方有沒有黃色的 看得到嗎這裡 有 這個藍色的這一塊呢是2020年的一季的疫情 那在經濟的uptrend上行的時候呢 就像是一個很熱的一個鐵 或者是火車運行高速運行 它澆上一點水 或者是被小車子撞一下 這個火車繼續向前行 只有短短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們講說一個經濟的上行 或是一個很大的趨勢的時候呢 是扭轉不掉的 不要跟趨勢作對 對對對 也就是說在經濟上行的時候 所有的壞消息都會轉化為 一般般的壞消息 就是好消息會被放大 壞消息會被污視 或者是貪薄 或者是說削減 你懂我的意思 我懂 好 再過來再看到這張圖 其實這張圖是全球股市 第二張這張圖呢 就是美元美食債 還有這個全球的股市 就是上面第一張圖呢是美食債 我們看到美食債的利率是下行 我們看到美國十年期公債利率 美國十年期公債利率下行 第二個這個這個彎彎去去像 三小時候學這個三角函數呢 然後這邊美元的速度跟加速度也是下行 那股市就是下行 這個圖是在四月四月做 他目前為止還是維持這個樣子 所以你只要看到美元沒有那麼太強 然後美國十年債不要上升 那股市呢就看好 這是第一個我們看全世界的股市 這張圖我們看到 美債股市跟美元之間的關係 所以特別提醒 只要美元不升值 對 亞幣不貶值 這個市場就不會太吵 就不會太吵 就不會太吵 如果美元一升值 亞幣一貶值 那就不行了 表示大家就轉頭去買美元這樣的嗎 為什麼會這樣 那你就看第三張圖 第三張圖是非常的基本面的圖 這張圖呢很重要 這張圖是 我認為是比前面兩張圖都要重要 我們叫做半導體領先指標 藍色這邊是什麼呢 藍色的這個圖是全球半導體的指數 這是二十四小時交易的 是我們內部自己把它生成的一張圖 擬合出來的 綠色這個條線是全球的股指 也是二十小時交易的 那你如果拿全球的半導體的這條藍線 去減掉了全球的股指 得到這條紅色的線 紅色的線 代表說全球的經濟的循環的基本面 你看這裡 在疫情的時候跌下來 對 半導體跌 全球股指跌 可是半導體領先指標沒有跌 就是一個負的 減掉一個負的 負三次減去負三次就零 也就是說 在疫情的時候 半導體沒有看到 全世界的經濟會賺壞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它是一個基本面 可是在去年的年初 二零二年初是 我們居然看到了 半導體它的斜率 跌的比全球股指要多 多 為什麼 為什麼 去庫存序話的問題 我問你還是你問我 為什麼 老師你是來賓呢 為什麼 去年是 因為半導體 就是它的這個這個交貨 其實是四到六個月 對 也就是半導體在最上游是工業字幕 台積電收到了所有的訂單來了 居然發現到 有些大客戶的訂單 在第三個月 第四個月 第五個月沒有那麼多 所以它就感受到 未來的經濟的循環 是走下坡 你看過去在2019年 這兩年的多頭 到2021年 2022年開始下來 所以我們看到了說 只要半導體領先指標開始下跌的時候 所有的股市都會春江水暖鴨先知 這個半導體領先指標就是那隻鴨子 懂 就是 邏輯上來說 因為半導體是 工業字母 在最上游 在最上測 對 所有的就是 所有的市場 市場調查到最後的 終結點就是在 這個半導體 剛才老師我想要回頭再問你剛剛那一張圖 就是 老師你看 因為像半導體指數的這個藍色這條線 它以前跟 綠色的就是全球股市的這條線 可能差距沒有這麼的大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沒有差距這麼大 是因為 壓縮 圖的壓縮 如果我把 如果我把右手邊拿掉的話 後面 前半部也是 因為它壓縮壓縮的 OK 因為我只是在想說它拉那麼遠 這樣子 會不會有一種偏離的感覺 沒有 沒有沒有 我要說的話 這個半導體領先指標 我們看到在過近呢 最近30年是好用的 可是在30年40年前呢 就沒有那麼好用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半導體還沒有這麼的變成工業字母 了解 所以 我們現在看到 為什麼有一個 NASDAQ的指數 為什麼會有一個 廢成半導體的指數 也就是說 大家知道這個半導體是工業字母 太重要 所以把它獨立出來 但是我要再次強調 這個指數不是非半 是我們自己擬合出來的 24小時交易的一個半導體的指數 它是它裡面這個指數的成分裡面是 所有重要的半導體 各股的股價 它最重要是24小時交易 嗯 了解 好 老師那我要再問你說 因為像我們從這些數據去解讀說 接下來未來可能一年半到兩年時間 全球股市還是一個多頭的情況 那我們接下來有哪些 國家的股市的表現 會比較值得我們關注 或者是說 從個別國家來看 或者是從不同的產業面來看 我們要特別先看哪一些東西呢 好 在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 對 我還是要講 在諸多的產業之中 比如說我們在GSS 就是Morgan Stanley他們做了一個主要的產業 GSS大概有11個主要的產業 26個次要產業 在所有主要產業裡面 我們講的高成長 對 的產業還是科技類 是 那科技類呢 台灣以為首 對不對 好 那你看一下台灣 從左到右 分別是 左邊是Australia 就是澳洲 美國 日本 德國 香港 台灣 還有印度 跟中國 跟中國 藍色的 綠色這條 紅色的這個 這個手背 往上的是強度 就像那個澳洲的回力標一樣 這個像漲的回力標示 都是很強的 跌的回力標也是很強的 可是你看美國 上漲的這個 這支ARM就是很小 下跌 著急的時候 市場很恐慌的時候 都是很強 對 這意思是說 當市場恐慌的時候 全部都跌 一視同仁 對 可是 美國是比較溫和的上漲 每天找0.5 找0.3 找0.4 但跌的時候 跌的時候都是很恐慌 沒有例外 都是兩位數的強度 對 可是上漲的時候 亞洲市場 嗯 就是很 強的上漲 比如說今天漲了 漲停 嗯 明天就跌停 明天 對啊 我意思是說 就是 拖動很大 它會持續的 上漲 就漲 3% 5% 10% 這樣子 那美國市場就溫溫的 像火車 每小時只有走 30公里 對 那亞洲呢 就像開了一部超跑 嗯 每小時可以開200公里 嗯 怎麼去的怎麼回來 嗯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在亞洲市場 可以漲的這麼的 我們講強度這麼高 嗯 代表很多的產業 重要的產業 還是在亞洲地區 嗯 那 美國的地區呢 雖然是經濟的 領頭羊 但是 在亞洲國家 我們看到了 市值沒有那麼大 市場還是比較 呃 比較激動 嗯 所以亞洲國家 尤其是受到美金的影響 美元一來了 嗯 哇 就把這個炒起來 資金帶 一撤了 哇就跌了 對 好 所以這樣講回答剛剛的問題 嗯 還是一樣 在這個重點 還是在亞洲市場 嗯 那台灣是高科技 對 那那那大陸是這個叫做 就是所有的生產 是生產的重鎮 印度也是 嗯 嗯嗯 我們就看到這個地方 這裡你就看到了 我們這邊有一個圖 裡面有33個市場 嗯 目前來看的話 誰比較強 目前 目前是美國十年公債 嗯 半導體 廢廢 廢 高雄 這些都比較強 對 那比較弱的有誰呢 就是 美元指數 嗯 金融市場 還有大陸的創業版 嗯 香港指數比較弱 對 所以 且戰且走 但是如果你看過去六年 誰比較強 最強的是誰 過去六年 半導體 對 嗯 廢半 納斯達克 黃金 亞洲的藍板 亞洲的藍板就是亞洲的藍籌股 嗯 對不對 那看底下 那底下比較弱的是誰呢 香港 恒生 菲律賓 這些 嗯 所以 將後來我們還是覺得說是 不是覺得了 就是 還是科技類股 走在前面 嗯 那還是台灣 還是美國 OK 這個是脫不了關係的 嗯 但老師我這樣看完有點 想要回頭問你 剛像那一張圖 像回力表的那一個 OK 對 老師剛說從 回力表這張圖來看 就是 接下來要關注的國家跟市場 應該還是屬於 還是亞洲 還是亞洲 當然是美國是經濟的領頭羊嘛 嗯 那美國跟亞洲國家嘛 那亞洲是 科技類就是台灣 對 沒有一個市場比台灣的 科技類股 再要 看到更多了 嗯 台灣應該是全球的科技類股的重鎮 重鎮裡面的重鎮 是 因為台灣的 半導體電子科技類大概佔台灣市值大概六成 對 左右 其實這樣 甚至快到七成 對 因為我記得像我那時候看產業資料 第二名是金融嘛 但是金融市場的市值跟電子半導體這個大概差了五倍到六倍 那個市值的差距 因為金融 賺不了全世界的錢 嗯 可是台灣的半導體科技可以賺全世界的錢 賺全世界的錢 嗯 所以這差別太大 是 所以 剛剛做一個小結論 老師剛剛有分享到說 因為從過去的整個市場的狀況來看 接下來多頭可能還可以再走個兩年 或是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 那接下來這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 老師認為說 從大數據來判斷的話 可能雅谷這邊還是一個比較可以關注的 肯定是 那除了市場是看雅谷之外 可能在產業類別方面 科技類還是首要可以關注跟研究的一個方向 把台灣當作一個科技類的大公司 百貨商 裡面什麼都有 從半導體 IT 全部都有 了解 好的 老師那最後我還是要請你幫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我們在做大數據這些判斷的時候 因為就像 有時候總是會有一些例外嘛 雖然像之前疫情的那一次 他在一個火車頭的趨勢上 他還是跟著 就是只跌了一兩個月 然後又走多了 可是接下來會不會有些什麼事情 是我們要特別留意的 OK 我覺得一看到美元的轉強 對 美債的 美債的利率的升高 那個就是警告了 OK 那個就告訴你全世界在做避險 也就是在我們這個系統的2.1裡面 對 你如果看到了 這個就是 看到沒 這個是率在上藍在下 嗯 這什麼意思 這個是代表說 美國10年債的利率在升高 嗯 美元在轉強 嗯 股價指數在下跌 對 這就是疫情的時候 嗯 疫情的時候大家恐慌 嗯 賣掉風險資產 賣掉雅股 嗯 換成了美元 對 然後去買進了美國10年債 嗯 做避險 嗯 這就是恐慌的時候 美元會 暴漲 嗯 然後美國10年債的利率會 暴跌 嗯 就這樣好像是 颱風來大家躲起來 嗯 做避險 嗯 那如果說颱風解除了 這個藍線在上 綠線在下 代表什麼意思 美元轉弱 美元在分母 對 美元在分 分子是亞洲 亞洲的股市 股市 分母的美元變弱 嗯 意思就是說 錢從美元市場出來 嗯 去了風險資產 就是亞洲的股市 嗯 然後呢利率呢 居然是溫溫的 嗯 沒有跌哦 嗯 就是就像現在 如果利率是高高 掛折 嗯 美元變弱 那就是大多頭 嗯 這個就是在2020年的9月份 一直大多頭 嗯 那如果說整個的垮下來 就是代表說 分母的美元變高 利率變高 那會怎樣 分母的美元變高 美時代的利率也變高 數學老師都行 這個意思就是說 市場很恐慌 嗯 賣掉了 賣掉了 股票 對 也把居然連美國 10年債也賣掉 流現金 利率會大漲 就是換現金 換成美元 對 好 那個就是在疫情的 就是去年整年的事件 這兩條紅色跟藍色的線 通通下來了 嗯 好 那就代表說大家恐慌 換現金 對 全世界100兆的資金 好結果在今年的年初開始呢 哦 你看藍線開始出來了 就開始 美元變弱 那利率呢 稍微沒有那麼的弱了 還是強 那這個時候就一個多頭的開始 來 嗯 現在是什麼 現在看到什麼 這裡 現在是藍色又 糾結在一起嗎 對啊 糾結在一起代表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糾結的意思就是說 美元強 嗯 股市也沒有那麼弱 對 利率也沒有那麼弱 對 大家三者之間互相糾結 糾纏在一起 對 這個市場就拉不開 嗯 這就是一個慢牛 哦 懂 如果說你看到藍線拉開來了 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快牛 就代表說美元變弱 風險性資產 錢都從了這個 從這水裡面 倒到 風險性資產 風險資產 股市了 如果你看到 利率上去 利率就是作弊一些 就是這個錢呢 躲到了 躲到了什麼 現金 不是 躲到了 美國十年債裡面 那如果說 他不喜歡去美國十年債 覺得利率 這個賺錢的報酬 沒那麼好 全部去了股市 那麼就是大駱駝的開始 就是風險性資產 所以你看到 這兩條線 糾結在一起的時候呢 你就知道說 這個市場是拉不開的 沒有明顯的趨勢 美元也沒有那麼弱 利率也沒有那麼的強 所以就糾結 第三季大概就是 糾結的市場 所以我這樣停下來 就是從過去的判斷 我們可能是知道 接下來可能是 兩年左右的一個多頭 對 但這中間可能還是 不免數會有些小波動 市場風險 對 那這個市場風險的部分 可能有大波動 不是小波動 甚至有大波動 但是不會時間拖得很長 因為還是走在大趨勢上面 對 它可能就是大趨勢中間的大波動 你只要看到 半導體領先指標 沒有下來 對 然後看到美元 沒有那麼的強 大家沒有在恐慌 沒有在做避險 那這個都是不會 是 等於是我們 雖然走在這個長度的趨勢裡面 但如果這中間 大家想要避開一些 比較大的波動的時候 或許就像老師剛剛說的 就是我們可以關注 美元指數的部分這樣子 好的 最後老師還是一樣 請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接下來在我們這邊 有開一個課程 對吧 是 我們就會把這個先講清楚 背後的邏輯 包含了 系統性風險 是怎麼看的 系統性風險 我們這邊看到了 系統性風險 去哪裡 這裡 這邊剛剛不是講嗎 黃色的就是一個小牛式 藍線在上 綠線也在上 糾結 那如果大牛式 就是藍在上 綠在下 下次我們就會講這些事情 好的 就是課堂上老師會更仔細的幫大家解釋 如果大家對老師的課程有興趣的話呢 又會把一些資訊 放在資訊欄裡面 大家可以去參考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囉 謝謝老師 紅色掰掰 謝謝